什么时内在高我,为什么有人在生命中想尽了欢愉,达成了目标,身旁也不乏关心和喜爱自己的人,但内心深处仍觉得空虚,为什么有人试图成功,名声,朋友,头衔,地位,财富,享乐等来填补空虚,却仍徒劳无益, 为什么有人在亲朋好友的围绕下,仍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了解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与神的疏离,我们经常用神这个字,但对不同的人来说,神所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 其实,我们可以将神定义成为更高层次的神圣自我,较高智慧或较高意识,我们以为神不过是个名词,是书中的神话故事,一点都不真实,事实上,神是我们的父亲,母亲,朋友,源头, 但因我们与他分离,所以觉得自己像个孤儿,没有神的指引与爱,我们确实是孤儿,与神分享导致了人的深沉孤独感,我们常困惑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该做什么决定,该如何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之后,我们也经常后悔,当你请求别人帮助时,倘若对方也处于冲突状态,他的建议与指导往往让你产生更多的冲突与混乱,当神性从你的内在觉醒时,就称为内在高我,或内在神,内在高我就是人内在的神善意识,当你以这个内在指引来生活时,就会建立起平静与智慧, 如果你可以与内在高我连结,过着受到内在指引的生活,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将会变得全然不同,高我,就是灵魂,是生命的本质,本相,智者八观曾经这样举例,你看过成千上万只鸟一起飞行,却和谐的像只有一只鸟在飞吗? 如果看过,你会知道其实群鸟只有一个意识,而且每只鸟都会跟着鸟群的整体意识,纵使途中有一两只脱队,它们也会再度跟上,融入群体 如果你是其中一只鸟,那么全部的鸟形成的整体意识就是内在高我,也可以称为神或较高智慧,当你的内在高我觉醒了,就代表你是与整体已经连接, 人类意识的总和远远大于个体意识,那个整体意识的总和可称为神或宇宙意识,也就是所谓的内在高我,如果连接上内在高我,而且能与内在高我对话,那你就能跟随整体意识或神圣意识来生活 内在高我是你内在的指导,也是你至高无上的朋友,它可以从你的最高利益,最高目的和最高善来引导,保护你,当你的内在高我觉醒时,你会很精确地知道如何回应生活里的每一刻,你踏出的每一步都会得到指引,你可以信任这个指引,它会全然如实地接纳你的样貌 一般人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生活教养与生活形态,都不允许人去体验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多半都相当压抑,以至于很难连接内在高我 而一旦你接触到自己压抑的情绪,一旦你邀请内在高我与你全部的心完全同在,内在高,我就会以他所选择的样子成为你的样子 从内在觉醒,连接内在高我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就像呼吸和消化一样自然 远古时期,每个人都能与自己的内在高我接触,即使是一百年前,非洲部落的人也能跟内在高我直接沟通 生活非常美妙,想与内在高我连接,你只免发自内心,带着深刻的情感,联系感和欢喜的感受去邀请他 他便会从你的内在觉醒,这并不难,但你以为很难,而且对觉醒有各种错误的认知 其实内在高我一点都不在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你的朋友,不批判你,也不谴责你,只希望你能带着情感与联系感去邀请他 如此而已,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名称描述这股力量,宇宙意识,能量,智能,大我,大自然,神等等 你如何称呼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这股力量连接,当人与这力量连接时,人类的新纪元就到来了 二如何与内在高我连接,与高我连接,首先清晰度是最重要的,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从较高意识那里得到什么帮助 这些你自己得得非常清楚,许多人常常不确定自己要往哪里去,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那么你的成功是什么,用最清晰,具体的语言描述出来,说出来,并且在你的头脑中越清晰地呈现这个成功的画面和成功的感觉 较高意识也才能真正接管,帮助你,第二是请求高我,或者神介入时,具有内在诚信,也就是动机真诚的人,能最快受到帮助 所谓真诚并非对外说起来好听,而是它是不是你真正的需求 德里有个相当著名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他每次进行脑部手术时,都会提醒神来帮助手术顺利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从来没有失败过 有次一位年轻男士因为意外事故造成脑部损伤,情况非常危急 手术后,病人的身体动都不动,即使在预定的时间过后,还是没动 这让他非常惊慌,所以他带着强烈的意图与较高意识连接 并且不断地诚心祈祷,神啊,他的妻子将成为寡妇,孩子会没有父亲,所以帮帮忙吧 但病人仍然没有反应,他感受不到连接,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并不真诚 他终于明白自己真正的恐惧不在病人,而是因他的自我中心而起 在他的辉煌记录里,这次失败的手术将成为一个污点 而他一点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他真正面对自己的自我中心,并看到他的不安全感 其实远在于对病人的关切 当他与自己的真相在一起,并与较高意识连接时 奇迹发生了,病人开始动了,手术最终是成功的 因此,如果你希望与较高意识强烈的连接 就必须非常真诚,如果你很真诚,它就会发生 你为什么想要,想要什么,写下来,尽可能写得清楚明确 不管你要求的是什么,都要去看见原因 是你需要证明给别人看,还是必须证明给自己看 这样可以让你觉得比别人优秀 或者,这样可以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 不管比优势什么,都要真诚地对待它 你越真诚,得到的帮助就越大 因此,内在诚信就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付诸行动去祈求 我们时常在生活中遭遇问题 却不去连接较高意识并真正地发出祈求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期待 高我也无从帮你 祈求时必须感受到你已经真正得到 已经拥有它了 但并非感觉你即将在明天拥有它 而是要抱着愿望已经实现的那种感受 最后一步是表达感恩之情 感谢就是不抱怨 无论如何都没有抱怨 你必须进入这样的感谢状态里 与较高意识连结时 可以与你的文化 宗教信仰或你对神的概念 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启请神 感恩时 你可以列出高我帮助过你的每件事 然后一件一件地表达你对高我深深的感激 感恩是灵性成长的关键要素 当你感谢神时 会发现与高我之间有了连结 如果遭遇困难时提醒了高我 并得到帮助 你就会明白 是的 我的心思被听见 我的祈祷得到回应了 然后 你与高我之间的连接就会增加 你知道如何与高我联系 也知道高我会回应你 而他的回应形式可能是你的思想 直觉 或其他清晰的声音 但是 高我给予的指导和建议 不一定是令你每时每刻都分心如意的 举个例子 你乘着小船 留意在亚马逊同龄的河流中 河水平静 两岸景色宜人 你的船顺流而下 你在船上闲适的昏昏欲睡 此时 你的高我在这丛林远远的上方俯瞰着这一切 突然 他对你发出指令 让你立即上岸 拖着船穿过丛林 走到河的下游去 你很不情愿地上了岸 拖着船在热带雨林里穿行 道路泥泞艰难 还有野兽的骚扰 你抱怨不已 当你走过丛林 走到河的下游 你才赫然发现 你躲过了一个一百米落差的瀑布 如果没有听从高我的引导 你的船会在着你叔叔夫妇的从瀑布上跌落而亡 高 我就是这样 从生命的更高层面 为你提供富有远见着实的 符合你的最高利益 最高善的和最高目的的指引 如何能确定那不是来自你的头脑或者小我 而是高我的声音呢 如果是来自高我的声音 你会有非常好的感觉 尤其是心会感到温暖 平静和笃定 你不会听到来自高我的评判 责备 抱怨甚至赞赏 你也不会有恐惧 愤怒 愧疚等等这样的情绪 如果有 那就是你的小我跳出来的反应 之后 祈祷应应了 你便知道 是的 这来自我的高我 你就会有信心和觉察 而随着信心与觉察的增长 小我就不再干涉了 只有当你缺乏信心时 小我才会跳出来 从此以后 与高我对话就如同和平常人交谈一样 你就是可以与高我这么亲近 任何人都能做到这点 而且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在生活中达成 三与内在高我连接的迹象一 你知道在地球上的目的 以及高度的认知觉察力 你知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毫无疑问的 也许你辞去工作 开始新的职业生涯 回到学校 甚至搬到了世界的另一端 你不再适应旧模式 同时释放了旧的思维方式 直觉迅速发展 以及拥有高度的觉察力 二 你的精神与身体 具备更多的光有很长的时间 你会感觉到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活跃 你会积极 更具灵感和振奋 这是因为你终于感恩与幸福的方式 接受你真正的高我 这可能是你最近从疾病中奇迹般的恢复 此外你会发现自己吃健康 营养的食物 并吸引了积极的振动和积极正面的人 到你身边三 同步性 和事情加速显化 你了知你的意图和等强壮有力 只要你有所关注 那件事便可比以往更迅速显化 你与宇宙 生命的联系显而易见 通过你的高级感知力 你的问题会同步得到解答 或者隐秘的信息轻易会向你展示 在你身边的偶发事件 可能是宇宙向你发送信息的方式 它可能以电影 书籍 关系 梦的形式 甚至是随机的聊天中出现 四 你吸引了你需要的人 你找到了你的灵魂家族 即使你只是刚刚认识这些人 你会感觉你已经认识他们很长的时间 他们经常出现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正好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 你的频率吸引了与你在灵魂水平共振的人 在遇到这些个体时 你会感到与他们强烈的 不可否认的联系 好像与他们在前生四层相识 即便你与他们天各一方 你和他们的精神联系依然强烈 纵使惊言不见 再度重逢时也感觉不到时间痕迹 五 你与自己相处是舒适的你有信心成为你 在显化高我的过程中 你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与担当 你可以通过思想和情绪来共同创造现实 因此 你对自己的幸福承担全责 不再责备他人 政府或各种外部因素 怪罪他人已成过往 全然掌控自我的疗愈和进化过程 六 你不再以破坏性的方式 寻求关注你 不再需要从他人那里吸取爱 你看到自己处于爱的无限源头中 当你爱你的全部 包括你阴影的自己 一种整体感就会呈现 七 你不再是受害者 你抛弃了受害者心态 你不再责怪别人的错误 或是生活状况的不是 而是负起责任 此外 你知道如何感谢你已经拥有的 八 现实的全息性 你感觉到与所有的生命连结 正如鲁米 如你所说 不是你是大海的一滴水 而是你是整个大海在一滴水中 现实的全息性在你之内边嘛 你能感受到一切事物的相互关联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维的矩阵中 此点对你显而易见 你拥有多维的连接能力 你对神秘几何也颇好奇 你理解 所有的生命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九 你使用能量治愈自己 不论采用徒手疗愈 还是灵魂疗养 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式 你已学会了导引意念 控制能量来清除障碍 你能够与高我连接 排除障碍你精神计划的不协调能量 通常你也会运用你的成就 在他人疗愈或扬升过程中提供帮助 10 疲率共振随着你不断提升频率 你会发现一些人在你的全息现实中逐渐淡出 你会理解你们的频率已不再匹配 这点 在你的工作上 甚至国家和出身上 均有可能发生 同时 你的高频率吸引了新的一组人 地点 时机 事件 这些因素与你的高我一致 11 你不再在乎别人如何看你 无罪恶感 无耻辱感 耻辱感和罪恶感是人类最低频率和能量阻塞 为了显化高我 你必须释放对耻辱和罪恶的认同 你从基因中清除了从父母遗传的罪恶和耻辱 释放了从社会和宗教植入的耻辱感和罪恶感 而且 你选择了拥抱欢乐和喜悦的状态 你对那些受害者运用的操纵计划具有演义能力 你是如此自信 人们对你的想法不再影响你是谁或是你的行为 12 你让你的心引导你 你欣赏 并允许别人的想法和意见 同时 你让你的心引导你 做出正确的决定 13 拥抱你的各种情绪 你能感觉到你的感受 停止在情绪上贴标签 你已彻底超越了某些情绪是坏的 或者负面的的偏解 拥抱所有情绪 而非压抑某些情绪流经你 你会运用愤怒来激发激情和激励 你也会在保持个人气场完整的情况下 更容易的慈悲对待他人 14 你不再恐惧你不让恐惧 阻碍你实现你的目标 15 对自己真实当你内在指引 告诉你 不要做某事或去某处时 你不害怕说不 当宇宙将你抑郁之物送达给你时 你也彰显了说是的艺术 你不会通过拒绝来试图表现为先公或者亲近 16 你的关系是健康而深刻的 家庭和谐 你认识到开悟不是在窑洞中产生 你已经清除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执着和业力先连 你持续经历同样的家庭剧的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你的家庭成员已经转换到从更高的方式上与你建立联系 你会接纳和爱他们 一如他们之所示 17 你的生命充满热忱你的生活 可能在之前似乎是沉闷的 但现在却充满热忱 你觉得充满活力 健康 不可阻挡 18 你传播善良与爱你 用善良与爱滋养别人 就像对你自己所做的一样 19 你生活的每个领域都体验到丰富 你已显化了一个内在丰富的状态 它会反映到你的全息现实中 你不再从他人那里吸取爱 允许和欣赏 你自己就是源头 幸福是你内聚之物 你理解金钱及能量 与其他物一样 也是由意识所成 你享受金钱的风足 并运用这种风足 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了更和谐的现实 20 感激营以感激是你的态度 匮乏感对你已经变得遥远 你的祝福树枝不尽 感激的感觉会放大你所得到的一切 并越发带来正面的经验 即使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和坎坷 你也充满了感谢 你总是把它们视为成长的机遇 你或许会有一个感恩的记录本 21 从矩阵断线 你从矩阵失去连线的一个迹象是 你能清晰看到那些意图控制地球者的隐秘日程 你不再与那些新闻和官方故事共振 当有人撒谎时 你内在的真理检测器能感觉到 你对那些低频率的不断告诉你 你是不够大的计谋和信念植入能够保持免疫 疯狂的消费主义和绵羊心态对你来说凸显荒谬 22 由高我带领不是出于恐惧 正义 竞争 匮乏而做决定 而是以符合高我和终极源头的意愿为准来做决定 你了解源头的意图 合一法则 无条件的爱 合作 进化 勇动性 因果律 不评判 自由意志 尽管我们都有自由意志 并且可以终极地违背源头的意愿 你是被无条件爱的 但你知道 做这样的决定会引发因果律并产生业力 所以提醒你必须事实清理 23 绝食双生火焰或灵魂伴侣 你和一个人进入了一种关系 能使你的最好品质得到强化 同时 这个人也会将你需要完善之处反射给你 这一关系带来了自我成长 奉献 大爱和圆满 24 对自己不过于苛责过于僵化和教条 会把所有的快乐吸走 尽管你可以在自我发展和自速大师上坚定不移 但也要允许自己犯错 事实上 犯错也是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 你要有幽默感 不比对自己过于苛责 你内在的孩童正在兴旺成长 你会经常感到能量充沛 创造力四亿 对自己犯罚雅